年货变化折射边关新贸 耳机、电子书、巧克力、麻糖 新春佳节 新疆和田军分区某边防团天文点 边防连官兵收到上级送来的年货后 各个笑容满面 前些年送的年货 大多以耐储存的蔬菜、矿泉水和氧气罐等必需品为主 官兵个人需求难以兼顾 该连四级军事长韩卫星说 近年来上级机关持续为边防一线解难 困扰官兵的吃菜 吸氧、用水、用电等难题得到妥善解决 现在年货里又多了官兵需要的个性物品 该军分区所属某边防团一线连队驻地 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 年平均气温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 距离最近的县城500多公里 社会依托条件差 以前 天文点边防连官兵最期盼的年货是纯净水 如今 上级为连队打出的深水井水质好 水量大 官兵用水难题得到解决 随着微压养仓 新型太阳能发电设备 蔬菜工厂等落户边关 边防保障条件不断改善 这次送年货前上级特意征求官兵意见建议 一些个性化物品被纳入采购清单